大家好 我是清淺 最近剪到一盆大花蕙兰 我看到它的叶片还蛮好的 所以我就给剪回来了 它这个花已经开蟹了 因为大花蕙兰它就是复花性相对来说 会比较难 所以别人就给它扔出来了 我觉得它其实官叶也还蛮好的 就算不开花 当绿子养护也是蛮好的 有些叶片和它开蟹之后的花件都给它剪了 我发现这个里面居然还冒了新的新苗出来 把绑扎的花件全部给它取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根系的状态 估计这里面的根系都已经长满了 好难取 看一下 这个根都长满了 根系都是大白根 好像长得太满了 有些都成了空心的 首先呢 就将这个上面的花卸完之后的给它剪掉 这里面放了好多的肥料 看到了 我们看一下 这是有个还烂的 这个好像是 大家看一下 这一秒不行 看 这一秒都烂掉了 把这个给剪了 它应该是放了肥料 放在这个 花盆上面 发现大花会兰呢 它的这个芦笋 鲁笋的 靠近根部的这个地方 特别的大 它的这个戒指是松林 整个弄好之后呢 上完盆是这样子的 兰花呢 一定要松松透气 因为它这个下面 全不是属于露子根的 一旦积水 然后遇到高温高热的天气 它就很容易烂根 根系长不好呢 就容易出现问题 看这边长了一个新苗 我把那些不好的呢 就全部都给剪掉了 剩下这个 三苗比较大的 一棵小苗 看 它这个叶子还蛮鼻挺的 我觉得放在家里面 当绿植观赏也不错 我是准备 每个月呢 稀释柳树枝绒叶给它灌根 这样子呢 有利于促进它根系的生长 兰花根系养好了它的苗 才会粗壮 我是每天分享养花小知识的亲切 如果喜欢我记得点赞 收藏转发 分享出去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